关于这个事情 就是范云站昨天有出面 在立法院被堵到了 那他是说 这段时间防疫优先 我的部分不重要 当初就是他强烈建议 强烈建议的人说 我的部分不重要 那什么才重要呢 那会议记录也不重要吗 是不重要所以完全没做吗 那当然保证我知道民众党 就一直在追这个记录 追追追追了一个月 结果最后都有答案 就是说没有做会议记录 为什么会没有 是灭证还是 是不拿出来还是误删 或是网友大家讲的 就直接进了睡纸机了 这应该是灭证吧 感觉应该是灭证 大家不都知道有国防部吗 这是那个遮盖的那个部吗 现在变卫服部了 已经遮盖住这样 直接灭证了 好那我想要先分享一下范云这个 我也是觉得很荒谬 因为我后来有看到媒体朋友 有把他这个 昨天在立法院被毒放的时候 的一个影片剪出来 就发现他一直狂跳针 就大家一直问他说 那那个你有没有跟陈时中联络啊 你觉得这个三加十一现在你是不是得清白啊 什么你为什么脸书都没更新啊 他又一直跳针讲说 反正一切就交给指挥中心去做判定什么的 他们就觉得你更新脸书跟指挥中心判不判定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基本上他就是一直在躲嘛 那我们就回来讲到好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民众党团在索资的这个过程真的是已经追到一个不行 从5月7号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5月7号我们第一次就已经行文要求卫福部哦 你赶快给我们三加十一的会议记录嘛 哎好再来5月10号的时候三天后 我们的邱成元委员呢继续的咨询这个 卫福部次长石崇良就跟他所知 他就说哦好那我们决定说到时候会再提供 会议记录给你们委员们 好他已经有讲过一次哦次长已经讲过一次哦 再来再隔一天我们又不死心 再二次行文要求卫福部你必须要提供我会议记录 再隔一天高宏安委员持续来咨询的是 卫福部的薛瑞元次长 当时呢次长他讲说 我们是有带回去给一个专家会议有咨询过 那应该是有这个会议记录的 我们会再承诺给你们会议记录 哎又给了一次承诺 好再来28号的时候突然话锋一转 陈时中部长就讲说 哎应该是陈宗燕副指挥官主持的 那当时我们就已经觉得哎太荒谬 你怎么会让陈宗燕副指挥官去做主持这个会议 对就后来他又改口 就讲说啊没有我记错 回去再查了一下资料之后发现 哦原来没有他没有在会议现场啊 都是一阵这个 大家都是就是完全的这个误会这样子 那后来其实他还讲到说 所有的相关的指挥中心的决策 都是由他来决定 由他来排版定案的 OK你一句话那我们就收了 所以当时陈时中部长他也有允诺说 一定会来提供会议记录哦 连陈时中部长他自己都已经有 这样子做出一个相关的一个承诺了 就最后竟然 31号竟然跟我们讲说没有 没有会议记录 没有办法对外宣布 所以现在是怎样 直接就直接把他来毁啦 还是根本就没有会议记录 怎么可能会没有会议记录 大大小小的公司 行号任何的一些团体组织 我们随便一个小小的会议 都会做会议记录你这么大 3加11你把这个机组员的检疫政策放宽 这么大跟国家人命这么相关的事情 你跟我说没有会议记录鬼才信吧 这真的太扯 我觉得这真的太扯 就是 我觉得政府真的不要一直在那边讲一些 就是让他无法接受的话 说老实话你现在不公布这个会议记录 你到底是在帮谁遮掩什么事实 你到底在护航谁 到底最终的那个决策者是谁 真的是陈时中部长吗 我觉得陈时中部长他后来又那个改口有一种 感觉好像自己心不甘情不愿背锅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觉得他好像一副那种像背锅的感觉 那到底是谁被保护了呢 又是你们到底想要护航谁呢 没有人说清楚了 我觉得非常奇怪 所以这是我们到现在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委员还是没办法接受 我们持续的跟卫福部说 请你给我会议记录 不要在那边543了 不要再给我任何的理由 你竟然之前不管是部长次长也好 都已经允诺说会给我们会议记录 你说好的话请你去执行 不要跟我时空背景不同 一句话就是想要打翻我们 就想要呼隆我们 我们没有那么容易被你呼隆啦 我们既然身为在野党 我们监督就是我们的天职 我们必须要追到底 好那我再回来讲一下 刚刚高端疫苗的事情 我记得昨天晚上我在那个 中天另外一档节目头条开讲 也有在谈这个高端疫苗 那因为昨天是第一根跌停板 我其实昨天在节目讲说 其实这基本上就是利多出镜 因为我之前有主持过财经节目 所以我其实有在观察股市这样 但我没有引导盘氏的意思 大家不要讲太多 但我必须要去讲为什么会这样 他因为他重训发出来之后 基本上大家就想说完蛋了 差不多了该下车了 再加上因为近期太多的风向 从范刚好 我觉得范刚好真的是自己招死 他不应该自己去做那些 假狗你知道吗 什么叫假狗就是像他那样子 假狗想要带风向 然后去抹黑国际疫苗结果 刚好被他这样一戳之后 完蛋了整个国产疫苗 大家都发现到原来国产疫苗 这么不安全 原来国产疫苗这么多的风险 所以导致到高端疫苗 他现在不管怎么样 他不管做了相关的一些重讯也好 后来他也说我们会去做三期 他有说他会去做三期 但他没有说是在二期授权之后 再做三期还是他会先做三期再授权 他没有讲清楚 但基本上我自己判断 他应该是二期先紧急授权之后 再继续做三期 所以大家还是非常的担心说 那如果你没有三期再去紧急授权 我会不会国际没办法认证 我到时候就没办法出国了 怎么办 因为现在欧盟已经有旅游新规了 他就是有疫苗护照 那大家就很担心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再来讲 高端 他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因为他明明EPS从2016年到现在没有挣过 都是富的 5年内已经把资本额都赔掉了 然后他的股价还可以15个月 涨了10倍 你觉得这像话吗 这就像他之前 因为他大股东是基亚 其实他的两个持股 基亚的董事长跟董事 他们分别都持股21.57% 所以基本上他们是最大的受贿者 那基本上你现在说 有没有可能可以去查到那些内线交易 我跟你讲超级难查 其实不用蔡英文总统自己在那边喊话 其实真的超级难查 你不要说去查这些民进党的党值 聪明一点的人 都不会自己本人去买股票好不好 当然是 而且亲戚可能也不会让他买 可能有些那种比较好的麻吉 我跟你讲这支股票很不错 你先进场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那些内线交易真的超级难查 那再来就是因为基亚 他在之前2014年的说 他那个甘癌新药的三期的试验 后来也破功了嘛 也没办法嘛 所以后来呢 就20根跌停板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高端 你要嘛就是 疫情如果真的持续的严重 而且国际疫苗真的被民进党政府挡到完全进步来 他才有可能 可能可以持续的一直往上涨 那我现在不好说 因为他如果有什么利多消息 就有可能会刺激 但是以他目前现在的这个现况 除非真的蔡政府 他找到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利多消息来支撑他 不然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有一种有一点点之前2014年那个基亚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大家自己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么刚刚提到的3加11是一个破口 另外一个破口大家还记得吧 是不是诺富特混住的部分 结果呢就在5月14号两个星期前 指挥中心居然给我悄悄结案了 所以摆明了你就是轻轻放下嘛 而且也没人负责 好没人负责怎么办呢 现在地方自救队出动了嘛 我们刚才看到了张亚中提供了1000万剂的疫苗递交申请书 指挥中心刚刚也有提到这个部分 那郭台铭呢根本不用说了 72小时要拼这个500万剂的BNT疫苗 那他也都是证件齐全送出去 那佛光山佛光会 明天呢要和疫苗场谈这个出货量还有时程 大家完全都动起来 那指挥中心的说法是目前呢 已经有6个民间的单位行文 给这个有食药署和疾管署 那其中的这个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委员李秉颖医师呢 他今天早上扣扣节的节目的时候呢 提了很多问题 那关于这个郭董采购的疫苗部分呢 他说有听说这一批快到期了 如果购买之后到台湾再算上整个的流程时间 是不是能够确保在效期内使用 他把话说到这其他的部分呢 他没有意见 那我就觉得是话中有话了 只是现在真的是疫苗10万火急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知道其实就是在18年前的SARS的时候 后来有修订法条说民间可以禁制购买 根本不需要这个政府同意 那我这边的问题我还是请教这个王润贤医生 就是李秉颖医生讲这个话 你就觉得说是怎么样 还是希望破局是不是 不需要民间自己采购疫苗是不是 那难怪现在很多阴谋乱会跑出来 就是说有法条规定民间就是可以买 但是政府呢就是要掌握这个大权在握 就是要把这个掌握的是分配权 分配的权利 所以他是怕怎么样 是国产疫苗到时候上市了之后 罚人问津没有要打 所以其他的大家是拼了命要进国际疫苗呢 就一直卡你 是这样吗 他现在这个这样子的说法 这样子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在护航国产疫苗 这个没有问题 很明显的 那其实我们国家的法令里面 对于这个民间去买疫苗 法规已经很齐全了 对啊这个也很明显了 对那而且尤其是买新的疫苗 或者是从来没有在国内上市过的东西 基本上它就有可能 因为它要是法第四十八之二条里面 就有这样规定 国家遇到紧急事件的时候 它中央的卫生主管机关可以申请 然后这个药证 然后去生产都可以或者购买都可以 好那这个注意哦 它的中央主管机关就可以申请哦 对 它自己就可以申请 它有主动权啊 对 它根本不需要去找个药商 再来申请不可不用了 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用过 有 你看到没有 在前面那个什么 COVAX 我们不是要像COVAX 是申请品牌吗 等着COVAX来 三个证就出来了 谁来申请过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AZ啦 那个什么 那个莫德纳跟BNT 全部药证都齐了 等着那边 EUA就等着它了 你进来 只要进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国家那个疫苗 也都是这样进来的 所以这个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碰到了 你 那现在又碰到那个什么 那个国产疫苗 国产疫苗也是 你买了就是给它EUA的嘛 这还用讲什么 就是已经过了嘛 EUA就是要让你去买的意思 那你已经买了 就是过了EUA嘛 什么药证都没有拿就过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可以 这是你的职权 那你的职权 你碰到了一个合格的 合格的疫苗场的时候 你为什么就叼三叼四的 给它刁难 这个没有意思 所以它的意图 就非常的明显 我就是不让你进 所以郭董 他那个做法真的是很漂亮 我的七十二小时 我就要达标 这个标准的生意人 讲究的是速度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就要去逼他 逼着他 你非得给我过不可 因为所有的法令 全部都齐备了 你没有任何的理由 去挡我的 是 你假如说 你依着他那个框框去走 哎呀我要去申请哦 慢慢来 那就完蛋了 全部掉到他的那个 那个设的圈套里头去了 好可是你说台湾蔡政府 你再叼再叼吧好不好 来看到在国际上好不好 欧盟的疫苗护照了 5月21号 其实就已经启动了 那讲得很明白啦 AZ交生莫德纳辉瑞 还有甚至中国国药的疫苗 如果你没有接种这些疫苗的话 你没有办法进入欧盟会员国 那我要讲的是 你高端联雅 如果欧盟也承认 那我就闭嘴啊 问题是你打了 谁会承认嘛 不会承认的 因为欧盟他们 这个会议是已经在欧盟的 一个决策会议 当然有记录了 这个记录也不会丢了 找不到记录 也不会找不到记录 他们一定有记录 因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一个法治的政府 他基本上来讲 所有的事情都是依法行政 那因此呢 所有的这个正式的会议都有记录 这个是正常的政府 不舞弊的 不欺骗人的政府 他就会这样做 那欧盟当然 他们已经通过这个会议了 通过这个会议以后 也开放了九个国家 可以到欧盟里面来 那另外的就是 九个国家以外的 你要到欧盟就必须要打 您刚刚所列的 AG 交参 莫德纳 辉瑞 还有就是中国国药 因为这些都是WHO 所批准的 公正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你只要有这个证明 然后有这个码 健康码 因为我们叫疫苗护照 你就可以进来了 好 您想想看 这样的一个 因为欧盟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了 要在今年的暑假 所以他们是 本来是希望赶在6月1号之前 那现在可能会往后拖一点 那因为他们要看他们的 施打的普及率 因为目前来讲 像有的已经超过2分之1了 还一直在增打 像法国也一直在增加 那个施打率了 像我女儿 他们都已经打完第一针了 不过再强调 打这个 我也问了王医师 打这个辉瑞这种 很新式的疫苗 副作用真的是蛮强的 当然没有AG的那种 血塞的副作用 但是呢 他本身打完了以后 第一天就温存成的 第二天手就举不起来 第三天就恢复正常了 安全 还是安全 但是副作用比较强 问题是 打了以后 欧盟的27个国家 都可以自由行走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解封了 我们就不用再困在 这个小岛 3万6千平方公里 这个地方 已经快被困两年了 快崩溃了 那这样子解封了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那回来的话 那也不用再隔离了 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子 好 重点就在于台湾没有 台湾如果不打这些疫苗的话 你坚持一定要打台湾自己制的疫苗 你如果坚持一定要打这个疫苗 那你这个疫苗没办法做第三期 昨天我记得那个邱淑提邱淑长他讲得很明白 他说并不是说我第三期没有经过第三 就是我国产的疫苗 没有经过第三期 我就随便乱打 打完了以后 我就说我已经有临床实验 他说临床不是这样做的 临床从来不是这样做的 所以他说那样的打是没有用的 国际上也不会认可的 而且呢明明白白的 您刚刚所列的这些疫苗 国际的大厂的疫苗都有做第三期 他们却要说没有做第三期 那是公然说谎 公然说谎 找那个一届的一届人来背书 那是更遏止 就更遏止 我还是呼吁了 民进党或是蔡总统 不要为某一些企业特别的股价护航 刚刚保证说从2016年 EPS就是每年亏损 亏损到连股本都亏光了 这样的一个公司 不用为了说想说一次捞回来 想一次捞回来 去炒他的股票护航 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不要挤 而且这家公司也不要挤 反正这个病毒 会跟我们相当长时间的存在 那你的疫苗就好好的做 专心的做 认真的做 然后等到你第三期都做出来了 然后让世卫组织也都通过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每年都要打一季 那明年我们今天 假设我今年 假设我打了辉瑞好了 打了两季 两季了 我半年以后可能还在补 那我再过半年还可能还在补 所以你不要急 这个钱你一定可以赚得到 只是不要现在赚 现在我们要保命 因为像火烧眉毛 对 现在火烧眉毛 所以现在不要赚这种灾难财 赚这种人命财 赚国家灾难财 赚这种人命财 是最缺德的事情 这么缺德会有 我其实不太愿意用迷信的方式讲说 会有报应什么等等 但是不要赚这么缺德的钱 我觉得这个是有失人品 有失人格 会让你这一生的价值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不急的赚这个钱 你一定会赚到的 你只要把第三期做出来 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批准了 你绝对会赚到这个钱 好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面 你看到就是台北市场 柯文哲其实正在主持记者会 那他提到了几个重点 他就说请大家不要忌讳就医 他也会增加这个疫调的困难 还有他有特别提到说后疫情时代简单来说 就是要做数位转型 那么相关的重点 我们随时看情况再到现场一起来关心 好 那回到刚刚 请导播给我们下一张 对 就是反正就是摆明了要 货航国产疫苗嘛 那国产疫苗 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反国产嘛 绝对不是嘛 对不对 安全了嘛 有效了嘛 你就慢慢做嘛 那如果说我们跟这个病毒 跟这个疫情是和平相处 反正以后就是成了打疫苗成了我们的日常嘛 就是流感的一种 是对 好 那刚刚宝珍有花点时间篇幅解释了说这个高端的股票 其实真的是异常的飙涨 那当然这两天呢它是两根跌停啦 那负升量指数飙高 因为总统说没有炒股没有炒股 可是你看到这个广路升量呢 充斥的就是高端炒股高端炒股 那包括了呢 我们看到其实很起人一逗啦 他这个股价就飘升的不合理嘛 对不对 好 大家都说太扯了 那更扯的在这边 其实我更关注的就是说 这个是主持高端计划的这个主持人 谢思明 谢医师他说 他觉得很不可思议耶 为什么还没有解盲成功 政府就先下单了五百万计 他说我们的十一位主持人都还不知道解盲 结果政府急着下单五百万计 结果这篇po文这粉砖啊 被消失就被关掉了 是不是 你看到这你就真的觉得很诡异啊 那陈时中有提到就说 国内外厂商都是还没有上市前就签约了 那等到了紧急授权再买绝对来不及 不过这番话呢 前大大医师林士碧说这在呼咙 陈时中没有办法说服我 我想他没有办法说服台湾人民吧 宝珍 对 我觉得他这个 连主持高端计划的这个谢思明都说 而且后来他的粉砖还关了嘛 关了啊 就不知道是自己关还是被关 就是被消失这样 我就有点担心 不知道现在状况怎么样 那我就必须讲 如果连主持人都已经这样子说 还没解盲 怎么就已经采购 这不合理 而且重点是 陈时中指挥官他当时在记者会上 他还有直接讲哦 国产疫苗的二期不一定会成功哦 连二期都不一定会成功 你现在跟我谈三期 连二期试验都已经有问题了 那你这样三期就更不用讲 所以这就是很荒谬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陈时中指挥官 他刚刚强调的 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的 他说因为这个五废疫苗很抢手 所以我们都要赶快抢先先预购啊 先采购啊这样子 但不是这个逻辑很奇怪 之前国际上面的一些国家 他们如果先预先去抢购一些国际疫苗 当时是因为整个疫苗都还没有出来吗 可能相对的可能被施打的人数也不够 所以没办法去验证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效 所以他就先去采购先去预购 这OK 这是当你市场上都还没有相关的 已经可被验证的疫苗的前提之下 你去做这件事情OK 但问题是 现在国际上可能六大的一些相关的 新冠疫苗 他都已经被打18亿剂了 国际上已经打18亿剂了 这些已经被人体试验过 是确定OK的 你到底现在在挡什么 你为什么不现在 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已经非常的肚子饿了 你赶快给我东西吃就好 你不要给我突然说 你自己去种个 这个种米啊种稻啊这样子 我可来未及的饿死路边 所以必须要去讲他现在这个时间点 真正该去做的 应该是赶快把国际上你可以的现货 赶快先买到手 现在呢包含像郭董佛光山 或是很多一些地方政府 或是包含一些企业团体 企业团体他们都已经说到 自己可能是有能力 可以去帮忙去洽台湾 可以去进口 那你法规上允许 你就直接让他们进就好 你现在在挡什么 就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挡来挡去 所以我觉得是 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你看近期有包含很多的 绿营的党工职 然后还有包含他们的侧益 就是护航的很夸张 像刚刚凯翔哥有提到一个 他说这个孪生疫苗 这个我也觉得很好笑 孪生疫苗这件事情 因为高端疫苗呢 它的疫苗种类是重组蛋白 但是Moderna 它的疫苗种类是mRNA 完全不同的东西 你跟我说它是双胞胎 我觉得说是美国原料 美国来的原料 所以我就觉得你不要这样子去乱护航 你一旦这样子乱护航之后 当你这个谎言被戳破 泡泡被戳破之后 那个反噬力道会非常大 因为现在人民非常担心 民进党政府你现在到底讲的哪一句话是真的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了 从他之前在报相关的这个记者会上面的一个数字 之前我们都一直觉得说 教证回归到底是不是盖牌吗 你到底回填 你怎么填呢 你填到哪一天 我又怎么去验证 搞不好你自己填 你把那个数字填得好看趋势往下 这样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甚至连死亡人数也是 之前我就跟北市府有问过 之前有一天死亡人数13人 但是旧北市府所掌握到的消息应该是20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所爆出来的却只有13人 那其实前几天大家可能有发现到 好像是5月23号死亡 那他5月28号才爆出来等等的 就是大家就觉得说 到底为什么会拖这么多天 你才爆出来 是不是可能跟死亡 所以有联衣的医生提出这个问题 昨天在记者会上陈时中回应了 可是他只用几个字带过 他说我们都详实公布 对他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死亡证明 可能还没有确定 或什么的 那包含像那天不是也很夸张吗 就是本来说11人死 后来要变10人 又校正了嘛 那大家就觉得说 那你现在到底讲的话 到底是发生什么 第11个人他自己接的电话 而且很夸张 是因为台北市政府 他根本就没有去通报这个 是没有去通报到这个人 是中央暗号搞错 对啊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那现在中央你到底讲出来的话 我到底可以信你什么 当你现在说的话 已经没有一句是 让大家可以有公信力的 让大家幸福的 然后甚至像之前林伟峰的认知作战等等 你现在抗中保台这一招 我跟你讲 人民真的不是傻瓜 这一招他之前可能很好用 但是当你一次两次三次 不断不断不断这样子拿出来 重复使用的时候 最后大家就疲乏 就觉得你又来了 你又再说这些五四三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现在人命关天 你知道吗 其实就像柯市长他有提到的 现在看似疫情有些趋缓 是因为现在自动自发性的封城 大家是有配合喔 但是当你只要大家一放松之后 这个疫情可能又会再重新席卷回来 所以最终结就是疫苗 你疫苗赶快给我们 不要在那边说东说西 然后让大家就是一眼就直接直觉就看穿你 你就是在护航国产疫苗 你不用再讲别的 你现在做任何话 你就是在护航国产疫苗 国产疫苗你可以去做 但是就像柯市长他也提到的 你应该要先以人命为优先 那两家国产疫苗厂商的利益 并不该放到优先的位置 现在你真正该做的国际疫苗 赶快买进来 不要在那边说其他了 问题是他们就是怕国际疫苗都进来之后 那国产疫苗大家都不要打 乏人问津 那倒霉的国军是不是又要被强制去打国产疫苗 那逆风的乌鸦就说其他不要看 这个局部了好几个月 光是你有没有选择权 你自费打疫苗 你可不可以选择品牌 他就说今年二月成中受访的时候 很确定的说自费可以自选厂牌 怎么到乘策执行的时候 就变成不能自选了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本土疫苗 好我们来看到本来在这个 疾管署他的QA里头的第六题 是提到了自费接种疫苗 可否选择疫苗厂牌 好结果后来呢就是改了 指挥中心就说民众不得挑选厂牌 结果这东西被报导出来之后呢 对我们发现呢第六题也没了啦 他整个直接移除好不好消失 有没有看到只有第五题 然后第八题 所以这个消失的第六题在哪里呢 第七题又是什么呢 是不是让人家觉得这个此地无垠三百两 然后还有我想刚刚这个导播给我们下一张好不好 就是我们其实有整理一下这个 李炳颖医生啊他关于 对今天他上扣解节目的时候 他提供了几项关于疫苗的部分 比如说国产疫苗是被污蔑的好不好 台湾民众要有智慧 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 好那还有呢他说国产疫苗是蛋白疫苗可靠 辉瑞啊莫德纳都RNA疫苗 较先进甚至简单制造容易 蛋白疫苗不像RNA疫苗打了之后会全身到处跑 不会有血栓风险 看起来抗体高还高度还高于自体感的 自体的感染者可用性是可以预期的 好那么另外问他说应该要等国产第三期过了再用吧 我们现在很多声音都是这样 但是李医师说世界上的疫苗都没有完成第三期 都是紧急授权 第三期实验要大量的兴奋时间 到时候疫情到尾声啦 还有他说国产疫苗还没有二期政府就下单 这也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那李医生说李瑟列抢疫苗就是抢在疫苗厂 二期还没完成就下单啊 如果要在第三期才下单 获得疫苗时间就会排在很后面 美国为什么疫苗拿这么快 研发之前他就先投资了金额第一期疫苗厂的资金 所以我先请教这个王润贤医生 这个李医生的讲法我相信很多人说会信啊 会说对啊 那我不知道他讲的部分 明明是实际上情况是这样吗 是啊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疫苗的政策 一定要快准狠嘛 对 以色列他就是快准狠以后 他找到了一个疫苗厂 把它投资下去 就造成了今天的结果 那我们国家也有快准狠啊 没错啊 可是你快准准到谁 准到一个所托非人的疫苗厂 我们不是反国产疫苗 我们是反这个国产疫苗厂啊 当初他怎么搞的你知道吗 当初已经决定的政策就是我们要国产疫苗 没有错 国产疫苗是很重要的 蛋白疫苗先天来讲 不良反应比较少 跟打水一样啊 我讲的难听 跟打水一样啊 当然没有不良反应嘛 打水没有不良反应 对不对 然后这个疫苗啊 因为它是体外合成的蛋白 体外合成蛋白跟体内不一样 对 所以他说他跟什么 这个莫德纳是孪生兄弟见鬼啦 为什么 孪生兄弟的话 他们同样的都是一个序列 一个是蛋白 一个是RNA 怎么会是孪生兄弟啊 其实全世界现在所有的疫苗 都是同一个信息出来的 所以如果他要做男生兄弟的话 全世界疫苗都是男生兄弟 他男生可多的咧 他多胎的 知道吗 所以原则上来讲 这个不能这样讲 那蛋白疫苗有什么问题 蛋白疫苗就是说 他在体外合成 体外经过化学工程去折腾了以后 跟体内不一样 所以先天他的效果就是差的 懂不懂 他的保护效果是差的 因为这样子 差多少 这是百分之五十上下 百分之五十上下 你看我们那个莫德纳 或者是那个什么BNT疫苗 八成九十几 多漂亮啊 那个保护力很强 吓都吓死了 因为这个是以前 这个是老的技术 重组蛋白是老的技术 安全 但是效果比较少 安全 我说安全有什么了不起 跟打水一样 我安全 我还认为你没笑 为什么 我的概念是良药苦口 那些不良反应 都是它的效果出来 免疫反应出来才会有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个蛋白疫苗 只有它的先天的缺陷 它的先天缺陷就它的效果 所以保护力不强嘛 对 所以说一定要去证实保护力嘛 三期就是保护力嘛 二期是做抗体 不是保护力 二期做不良反应 它也不是保护力 真正要看保护力就是三期 所以老百姓 所以三期没做就差在这里 对 就在这里嘛 老百姓的信任度就在这个地方嘛 你这个信任度 你如果这个有出来 没有问题 我们就用 所以说我们不是反国产疫苗 我们是反国产疫苗 这个烂场 所以它第一个是确定是安不安全 第一期 第二期是它的副作用 然后第三期是看它的保护力 它第一期就是看它的一些 一个反应 这个会不会有反应 对不对 它一二三期做法都是一个样子 都是一个样子 反而打人生啊 疫苗还有什么变化 对 一个打屁股 一个打脑袋瓜 没有这回事吧 它就全部打一声进去 那一期是看你的初期反应 它那个人数比较少 二期主要是看它的抗体反应 跟你那个不良反应 三期就直接看你的效果 所以没有三期不知道效果 好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现在不管怎么讲 讲了这么多 你反正就是要打疫苗 没有什么好说的 尤其国难当头 疫苗最重要了 那来看到呢 导播哥我们再回去上一张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是影响很大 因为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不会搞到最后 会被韩国取代 因为有这个 就国民党立委李贵敏 他就特别提出这个问题 他说再不打疫苗来不及了 这是一个 还有其实呢 就在前几天吧 这个是外媒 就是外国经济媒体 他特别有提到了 台湾的企业 现在遭受面临的八重苦 这不外乎就是缺水缺电 还有疫情缺疫苗 半导体 零件短缺 人手不足 货柜还有工业指向短缺 疫情打击海外基地等等 所以目前看来整个 这个是高科技的 我已经不是讲隐忧了 这个是困境 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 因为世界上各国 也都在关注这件事 所以才会引起目前 世界的这个主流媒体 都在关注 因为他们现在很担心的 也就是说台积电的员工 有爆发比较大的感染 就是说如果因为比较大的感染的话 造成他们必须要停工 那这个世界上该怎么办 那因此很多 很多就是给台积电代工的 他们就要开始考虑到风险了 因为他们觉得风险是越来越高 那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在盯着 台湾的疫苗还是不打 台湾的疫苗还是不打 然后政府是有意的阻止 那个国外的疫苗进台湾 然后想尽办法 然后找各种理由 其实他就一个目的 就是阻止台湾人打国外的疫苗 李炳怡医生坦白说 我是有点惊讶 我为什么会说有点惊讶 我觉得他是一个医生 他受的训练跟教育 应该是要有一个科学判断的 他刚刚有谈到说 他说听说这一批要进来台湾的 就是民间 就是郭董那一批 对 他说快过期 第一个他是用听说的 这个是不符合科学训练的 所以第二个即使快过期 你要他进来了以后 你一检查就知道他有没有过期 那你今天你就没有理由 说我听说他快过期了 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疫苗你不能打 我就不可以这样做 如果说真的是他快过期 进来了以后 检验出来了 到最后结果 说对不起他过期不能打 那大家也认了嘛 对 对不对 这个才是实事求是嘛 你怎么可以用听说快过期 那你就知道我的意思 那就是说这一批东西不要进来 没这回事嘛 也不应该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违反科学规律 而且违反决策 更何况 我们也看到加拿大 他们也有在 他们认为说 疫苗其实过期了 一个月内再打都还可以 所以他们已经定了一个新的政策 也就是说 假设我是今年 5月1号到期 6月1号到期 但是他们觉得 到7月1号之前再打也可以 所以他们这个部分里面 还是要科学专家自己来 用科学来检证 他们自己来做决定 这不是我们这种外行的人说的话 但是重点就在于 我们不理解 其实全世界都不理解 为什么民进党政府 要想方设法阻止外国的疫苗 救急的赶快进入台湾 打进台湾的老百姓身上 而且台湾的老百姓是想打这疫苗 而且他希望有多选择权 他不要只能够选择一种 所以当初台湾的医护人员不选择AZ 是因为台湾那时候疫情没有爆发开 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我们还有机会等 我们当然愿意等 所以当时不打AZ疫苗是合情合理 可是等到疫情爆发了以后 我们希望赶快施打 那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与其医护人员被感染 倒不如他就忍受可能的副作用 可能的血塞打了AZ 但是今天有更多的选择了 莫德纳也可以进来了 国药也可以进来了 辉瑞也可以进来了 都可以进来的情形下 那大家就不理解 那你民进党政府 为什么想方设法 就是不让他们进来 找各种理由 找各种方式 然后就是不让他进来 到李确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而且讲得重话了 说人都会死 人都会进阎罗王 那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 已经很重了 那他意思就是 蔡英文你也会死了 你也会进阎罗王了 那也就是说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你们这些民进党的 到底在干什么 你们为什么会 要为一家 为少数的几个人的利益 护航护道 让台湾人一直死 一直死 一直死 他们就不理解 怎么会有人心狠到 这种程度 现在的情形是 如果台湾的高科技的产业 例如说竹科 南科 他们爆发了群聚性的感染 怎么办 对 我有讲说 你不为苍生着想 那你问问台湾这些高科技 尤其是护国神山 那时候都无法护国了 你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国际上就紧张 就是说一旦这样子的话 那他们是不是转单 转单 三星当然转到嘛 那南京厂 台积电的 或是大陆那边 可能因为国际上的压力 大到不行的时候 你想想看 他的转单里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转到 这个其他的地方 例如说南京厂 让他的功能再花费一点 然后甚至提升的时候 因为国际上 你没有5nm 或是你没有这些晶片 你很多车子就出不来嘛 你战机就是飞不来嘛 那不得不转单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人才也要移转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事实上 以现在来讲 我们的这些高科技的公司 他们本身 其实也是提心吊胆 因为这个 如果真的一爆发感染 如果足科真的很大面积的社区感染 或是社区蔓延 我觉得这个整个台湾的股票 台湾的经济 会一下子往下走 而且会造成全世界 因为现在都没打疫苗 都没有打 问题在这 所以大家不了解 为什么不让他们打 也就是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 到今天为止 为什么还在挡这些国际的疫苗 已经成熟的 已经施打在几亿人身上的疫苗 你为什么就是不让他进台湾 现在要给我点时间 因为急着要进一段工商服务 我们先一起来看 赞助播出 随手喷 简单又能真正防疫 一天能喷200次以上 都无刺激肌肤 还有你再提醒不要揉眼睛 但往往都是不小心 每次都是揉了才想到 这时候赶快拿起水绳喷一下 因为双手是防疫的最后一道防线 水绳真的很神 请记住喷喷喷 防疫期间养成习惯 把水绳牢牢握在手中 水绳干洗手抗菌液 漱口水全台各大通路贩售中 漱漱水全是维酸性电解 激酸水 有效防疫 无刺激皮肤 随时随地喷 实时保持手与环境的清洁 保护自己 就是保护家人 好那最后我把一点时间交给保真 好我觉得李彬颖 他讲说不要去污蔑 这个国产疫苗 我才要跟民进党说 你不要去污蔑国际疫苗 其实现在大家就已经非常担心 不然他们棒打国际疫苗是很明显啊 其实有孕妇朋友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其实他很担心国产疫苗 如果之后打是不是没办法出国 所以他就想说那怎么办 我到底要是打AZ吗 可是AZ可能又有血酸风险 那我还是在等之后的国际疫苗 所以其实孕妇朋友现在都非常的担心 再加上其实有医护的朋友跟我讲说 而且眼前要等AZ也没有 说这也不够啊 对然后他跟我讲说 其实医护朋友也在跟我说 就是其实不太建议混打这件事情 除非